十一年前黑人陳建州 曾跟大牙一同到香港主持節目 節目上還看不出大牙有任何異狀 黑人還曬出兩人從機場出發貼文 沒有想到當晚大牙就指控遭到對方姓騷 黑人曾在節目上突襲他人房間 當時黑人還是大牙的老闆 大牙指控黑人當時在飯店迅速轉身 把門關上 當時他心中相當恐懼 因為黑社會時期就曾被他冷凍過 當時開房門卻被黑人從背後環抱 死命掙扎 黑人竟然還炫耀式的回 怎麼樣撞吧 大應聲 還被黑人不斷騷擾 試過搞不好 你會喜歡 好 那我們快一點 沒辦法 你飯飯姐就很不愛這種事情 到最後竟然還說 你很累就算了 親我一下就走 離開時還討謝莊遊 因為怕在電梯口碰到其他人 直接歸跨脫罪細節 其實團圓被統統 也力挺大壓 表示多年前就知道此事 不少藝人好友紛紛聲援 藝人小嫻就說 你好勇敢 太可怕了 好心疼 黑人後來也請律師發聲 對於遭指控行為表示毫無根據 虛偽不實 會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而大牙也在之後回應 陳述均為事實 問心無愧 公道自在人心 愛情長跑十年 黑人陳建州和范瑋琪 這對黑白配是演藝圈一段佳話 婚禮上感性告白放閃 對范瑋琪的愛每天都在增加 從沒改變 要一直在一起 永不分離 只是現在愛妻人設大翻車 十一年前曾回應婚外情話題 警告另一半偷吃下場 當時開玩笑的話變成神預言 真的出事了 而回顧兩人出道這二十多年 爭議還不少 針對週刊上面不實的報導 我們保留一切所有的法律追溯權 最早因為推出公益潮梯 一件售價五百八十元 卻被爆料只捐一百塊 外界質疑金錢流向做假公益 我在側上吃牛肉麵 二零一九年陳建州自拍 體驗自動駕駛鞭吃牛肉麵 危險行徑引發討論 還被國道警方通知道案說明 二零二一年發動態 為東奧選手加油 卻被眼尖網友抓包 使用安博盒子看非授權轉播 甚至疫情期間范瑋綺 也曾因為口罩禁令 在私人臉書 痛罵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狗關 陳建州高調戶妻 也一起遭到炮轟 而現在 又被指控MeToo 個人爭議再多一條捲入信騷 三連新聞周關與曾家宣 台北報導